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哈啰 袁先生 你好 梁姐娘 你好 大家好 最近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梁晓峰教授团队 在柳叶都 即是Lancet 发表了一篇很重磅的研究 分析了1990年至2017年 这段期间中国34个省的直核市、自治区 或者行政特区的人的前25位的死因的变化 以及早期导致死亡的高危因素 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就发现到 在1990年和2017年之间 前10位的成医因的分别 我先讲讲给大家听一下 在1990年里面 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原因 第一位就是脑中风 第二位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第三位就是缺血性心脏病 第四位就是下呼吸度的感染 第五位是生生婴儿的疾病 第六位是胃癌 第七位是肝癌 第八位是肺癌 第九位就是道路交通的伤害 第十位就是自残 而在2017年的排序上 第一位都是中风 第二位就是缺血性心脏病 就是由第三位升到第二 第三位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第四位是肺癌 也是弱性了 由第八位 第四位 第五位就是亚尔茨海蜜症 这是身家的 老人痴癌症 就是脑退化老人症 是 变得这么多 是 由那十七年之间 二十七年之间 是 是 第六位就是肝癌 也是由第七位 变成第六位 第七位是胃癌 第八位也是身家的高血压性心脏病 第九位也是维持在道路交通的伤害 而第十位也是身家的食管癌 在研究的数据里面 其实袁医生你可不可以和我们再分析一下 其实在1990年或者2017年的时候 中国在老中风里面都是一个头号的杀手 平均的死亡年龄大约58岁 比平均每年的人接受了18年 就是平均的年龄那里 平均的预期寿命那里是低了18岁的 这个数据也都给我们看到 中风在我们中国里面 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很高的 根据最新近的统计 在中国现在有中风的患者是有七千万人 每年新增个案有二百万人 而每年中风死亡的人数有一百六十五万人 即是说每十二秒钟 即刻有一个中国人发生中风 而在每二十一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死于中风 其实这个发病率真的很高 医生有什么方法 不单止是高发育最继绿 是复发率也高 即是有时候有些人中了一次 未死得 接着就再发 即是很明显 他们处理的方法还是未成功的 还有死亡率高 发病率高 复发率高 死亡率高 以及最惨的是伤残 伤残是很惨的 大家知道不单止中风是很凶险的 其实是没有弱的 没有弱的 在数据上的调查 这个中风比起患癌症的机率还要大 在中国来说 大家如果遇过中风的人 要么就忐忑了 偏忐了 偏忐了 有些人说不到话 失语 或者不懂得说话 还似乎有些人失明 失明 我比较少预见 看不到 即是严重影响 现在中国国民健康的疾病之首 好了 为什么中国人的脑中风发病率这么高 是差不多是欧美人士的两至五倍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它是一种和身体必需要的元素 我们叫做叶酸 因为folic acid的缺乏是分不开的 根据一些不同的统计 不是那么完整的统计也好 每五个中国人里面有一个缺乏叶酸 这个缺乏少 都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风是缺少 这个是中风的高危的原因 好了 补充月孙 这个是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心内科 和心脏中心主任 有位叫霍勇教授 曾经很多年近临床的研究 他提供了最适合中国人的预防重工的方法 他在第十八届中国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议会上 这个霍勇教授就为大家介绍了中国一个 中国特色预防脑重工的方法 就是补充月孙 其实这个都是很多外国的研究了 在2008年开始霍勇教授带领了一团队 结果表明在缺乏业孙的地区 尤其是没有进行业孙全民强化的地区 在高血压患者中补充业孙 是可以减少腦出中风的发病率 原来他从2008年开始 就向二万多个人士进行了这种实验 根据数据显示 我国居民的业孙缺乏率比较高 20-60% 这么多? 很多人 人体缺乏业孙的涉入 容易导致血管里面的同型半光胺酸的含量升高 这个叫做Homo Sistine 这个物质的升高 直至会导致脑中风发生率直线上升 但大家已经知道 Homo Sistine 同型半光胺酸高 我们的中风率会高 因为缺乏了处理Homo Sistine 的问题 叶酸是可以帮助减低的 叶酸是可以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 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 这是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 补充叶酸是可以有效降低脑出中风的危险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一天吃一只鸡蛋 是的 通常我们每天从食物里面 缺乏了处理Homo Sistine 大概是300个微黑 但要做到预防作用 最好额外补充多200个微黑 最好额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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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炎血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测试 你的叶酸是不足的 同时有血压 你的中风机会提高12倍 叶酸对人体普遍都是有效的 就算没有高血压 就这样充分涉入叶酸 都可以极大地减少脑中风的发病率 即是有没有高血压也好 如果你有充分的涉入叶酸 其实可以减少额外补充 当然如果你有高血压 更加要预防 这是美国医学雜誌里面曾经报导的 一天一两片叶酸 大概0.5mg 就能够使中风风险下降21% 而另外北京大学一项的后续研究结果显示 血小板低的高血压患者 是叶酸受益最明显的人群 记住,高血压高危 血小板低也是危险的 补充叶酸后 下降的风险可以达到73% 更加高 即是预防性 是的,更加高 一般来说 一天一两片 可以减少21% 但如果血小板低的人 预防效果升价到73% 当然,补充叶酸 不要乱吃 虽然我觉得叶酸是没什么所谓 因为这些是一种 必杂不种来水溶性 没有什么人吃得过多出现问题 但最好,始终 首先都是由天然的食物开始 由于叶酸本身用于煮熟和存放方式 而耗損流失的特性 所以建日会保证定量的果蔬 新鲜食用 特别是以下各种食物 尽量减少搬任的时间 补充叶酸很容易 食物里面 芦荷的叶酸含量 大概是有82-120微克 即每一个100克 100克里面 是有85-120微克 鸡蛋黄的叶酸含量 是有121 即每100克里面 有121微克 其他小蓝花 那个 那个 含酸 叶酸含量都有121微克 每100克 属于是都比较高 烟物 这些都是比较高的 好了 其他丰富叶酸的食物 蔬菜里面有个 蜗具 菠菜 西红 西红 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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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山楂、葡萄、蘋果、草莓、香蕉、梨、櫻桃、石榴 這些都是常見的,經常吃得到的新鮮水果 動物方面,動物的肝臟、腎臟、禽肉和蛋類 譬如豬肝、雞肉、牛肉、羊肉都有 谷物類是全麥麵包、大麥、米糠、小麥、胚芽、糙米 記住,全麥,不是精煉的 豆類、堅果、黃豆、豆製品、核桃、腰果、栗子、杏仁、松子都有 谷物類、大麥、米糠等等,曾經所講過 而醫生幫我們介紹了,在食物方面裏面 在食物裏面,最多葉酸補充 我們稍後回來,我們會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比癌症更可怕的頭號死因 一隻雞蛋就能預防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麽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有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回家裡,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比癌症更可怕的頭號死因 一隻雞蛋就能預防 在原衣生上一節,我們看到 在教授團隊裡研究了 中國人的腦中風很嚴重 而也研究出補充葉酸可以有餘防 尤其是有高血壓 也介紹了一連串 很多食物裡面都含有豐富的葉酸 但是在這些豐富的天然食物裡面 在我們操作方面的時候 有時可能令到葉酸流失了 我們應該怎樣做才對 怎樣處理才對呢 因為我們曾經聽到 其實很多食物都有的 我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吃這些食物 為什麼仍然是這麼缺乏呢 沒錯 很明顯的 跟我們一般的操作 處理食物的過程裡面 是會有關的 有些食物的操作會令到葉酸流失得快些 譬如長期來到浸泡,加鹽 有些蔬菜洗,加鹽去洗 就是很習慣的手法 所以葉酸屬於水溶性的維生素 長期的浸泡,加鹽清洗 都會造成葉酸的流失 菠菜為例,不當的洗的方法 會令到葉酸流失差不多10% 只是清洗過程 因為有些人覺得浸泡太久 對,加鹽去浸泡 其實就會有出現這個問題 好了,第二是曝曬 高溫的搬飲 高溫會令到加速葉酸流失 同樣用菠菜為例 陽光的曝曬也會令葉酸流失25% 高溫的溫度也會令到25% 即是清洗不乾淨是10% 高溫煮太高分,又是25% 好了,酸性的食物,酒精 如果葉酸遇到酸性的食物 例如醋、酒精 也會加分解流失 所以在飲食方面 即是這類食物 部分的藥物,譬如長期服用阿時不靈 安定片這些藥物 都會導致葉酸不足 這類人要聽醫生 有時調整藥物和葉酸的平衡 即是可能要特別補充一下 或者用其他方法 不要經常用阿時不靈 安定片 很多其他天然的工具都可以足夠處理 好了,另一個發表在美國營養學院的學報裡 有一份研究稱 每天吃一隻雞蛋 就可以將羅患中風的風險 減低約12% 十二% 不是太多 但也是很簡單的方法 美國流行病學數據研究所研究員 對於1982年至2015年 多項相關研究進行分析 同時觀察到不同食物 如何影響人的心臟和血管狀態 結果顯示 每天吃一隻雞蛋 中風風險平均減低12% 男性中風風險會減低15% 女性中風風險減低8% 因為雞蛋裡面的葉酸含量很高 差不多100克有125個微黑 尤其主要是在雞蛋黃 所以記住很多人吃雞蛋 就不吃雞蛋黃 吃雞蛋黃 這個不應該的 當然他們以為是蛋抹醇 以前一直都是這樣 聽我們網台的聽眾已經知道 蛋抹醇是好事 其實最近的研究 減高數越高的人越長壽 那雞蛋應該要怎樣吃呢 簡單來說 就放白砂蛋 溫度也不需要特別高 放一個雞蛋 即白砂蛋裡面 蛋黃中的蛋抹醇 就沒有被氧化 因為這種是對心臟血管最有益的方法 這就是最簡單最容易做的方法 就是枕白砂蛋 這樣 好了 我們再探討一下 預防中風有什麼說法呢 越來越多研究表示 至少有80%的中風是可以預防的 超過90%的危險因素 是可以人為控制的 OK 無數的臨床醫生總結出來 最新的預防中風三字經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遠離這個可怕的魔鬼 第一 找血壓 控制腦筋 腦出血的危機危險因素 血壓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 要穩定它 不是強行令它記著 不要令它飄高 所以很多時候用不正確的方法 用隔折藥去封它 發現它有時候高高低低 這就不穩定了 這是危險來的 是 第二 調好情緒 保持樂觀情緒 避免過於激動 大家都常常聽都聽到 一些人突然激動之後 不能再捕一聲 或者打蜂掌 或者說開心他的頭 或者說話 或者跟人吵架 看电影都经常听 第三是戒烟酒、保护血管 控制危险因素 情绪、稳定血压、烟酒 饮食物不要太咸或太甜 太油腻也不太好 防备便秘 很多人中风在鱼翅的时候 即是大便便秘 在鱼翅的时候慢慢地鱼 鱼翅到血管中风 我也认识 起码有人在鱼翅的时候出现问题 不要蹲便 蹲在大便便会令血压更加高 发病的风险更加高 当然了,蹲便和大便便是 有一种说法是比较容易便秘 所以有些地方 以前我们也有大便便秘密 稍微高一点 因为鱼翅到鱼翅的时候 我想不太多人有这样的能力 要蹲在鱼翅的时候 年纪大一点更加不行了 原来因为左边是控制右边的脑袋 原来更多动左手 预防脑抑血是很关键的 那么 那么 喝足水 清水多一点 用血不要太黏筹 睡觉 晚上起床 早上起床 温度前后都要捕捉水分 大家这个程度都听到 很多人都叫你 记住啊 喝多点水 知而知全 都要去喝多点水 好了 防止跌倒 因为很多时候突然之间跌倒 血管脆弱 是经不起这些这样的折腾 最后呢 就要了解先兆 越早治疗 当然就越好 好了 一般在外国很流行的 有一个说法 就是用FAST FAST F就是说米 FACE 就是有偏斜 就是嘴角弯了 面坦了 面部突然觉得 咦 有点一边执着一边 这是先兆 那FAST 就是A A FA A就是手臂 对 手肢 肢体 就没什么力 这个是先兆 那S 就是代表语言 Speech 语言就不清 就是怪了 说得不清楚 那 最后呢 就当然是时间了 争取时间了 就是发振水水去处理 但是 问题就是 这件事呢 就是我们都很难证实到 中风港的时候呢 有什么可以急救的 其实呢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大学方法呢 那么听我们的 想过我们同学疗法的课堂 这些同学 都懂得 如何用同学疗法 是 因为如果你家里有同学疗法 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 即时呢 是采用一个适当的同学疗剂 就可以了 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嗯 那么中医方面呢 有时呢 有些用十酸 像那个手指 手指 十个手指尖 放下血 这些都是 都经常听到的 中医的急救学 都会说这件事 那么这件事 就是到时 如果你大家 懂得做的 可以 不妨试一下 不会有害的 OK 那还有呢 有些人有中风 那个突引的人呢 就是其他有先兆 比如呢 是没有什么原因之下 劲力的头痛 嗯 头昏 那还有呢 有些突然之间的感觉呢 肢体麻木 嗯 佛力 或者一暂时性的 视觉 一刻 看不到 或者呢 语言交流困难 那这些情况之下呢 当然呢 是要立刻去处理这个问题的了 嗯 那这个呢 真的很多时候 现在的人士呢 都会 看到 都会 遇到 也都会 看到 看来也都可能 就是那个 就是中风呢 也都是一个 年轻化的 趋势 在那里 可能也都跟 一般 现在都市人 那个生活习惯 那个情况 受到那个 影响呢 也都会 见过 我听我朋友说呢 曾经在医院里见过 是有 二十多岁的人 就是中风 就是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就是 診断到是中风 那些事情 那现在中国呢 就有个说法 听到 就很年轻 因为 为什么呢 他们很多BB呢 就是一有事 就是入医院 是吊针的 噢 那当时的吊针 好时候 在脑子那里 在头皮那里 就是 听到这些说法 那或者吊针 吊针得多 始终里面那些雜汁呢 血管是清不走的 是 就是中了这些后遗症 所以这个也是 中国的政府呢 就是 体验到这些问题呢 都开始呢 就是 尽量呢 叫那些人呢 医院呢 就不要呢 是什么鬼呢 用吊针方法去取医 是 那在整个那个文章里面 很简单 就是知道 中风是真的 是没有什么先兆 也都没有什么特效药 什么东西的 真的比起 一个患病的人数 在数字上面 由1990年到2017年的时间呢 也都真的 看它不断的增加之余呢 也都是高它第一位 那个的死亡人数 患病的人数 但是 在这个食物之中 很简单 每一只鸡蛋 连着蛋黄 很简单地用浸水呢 就灑了它 不要太高的温度啊 那些东西来灑了它 那吃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简单单 可以将那个患病率呢 可以减低呢 成十几个percent 这样 那这个也是 不错的一个 一个的预防的方法来的 是的 那处理食物方面呢 那其实先兆 它曾经有说过 不是没有孙兆 它是有先兆的 那还有呢 是有些什么环境之下 你会激发啊 比如情绪激动啊 嗯 这些都是一个因素 所以变成我平时呢 就是要避免 激烈的情绪啊 那遇到这个先兆呢 那我都说呢 可以同学疗法可以用的 那同学疗法呢 就是最简单下 就是读过我们的 想爱我们同学疗法课堂的那些同学们呢 他都知道呢 第一个疗法呢 就是那个阿尼克了 就是那个生甘车 是的 生甘车和血管方面的 那接着呢 视乎你左边或右边 嗯 譬如你右向右边呢 我就用右边的疗法 其中一个 如果是左边痰痪呢 就用跟左边有关的 那所以呢 在这些东西呢 就是除了我们的饮食习惯 很紧要啦 補充叶酸啦 那就是有些人觉得 这些食物我都吃得够不够呢 那有你没你 我都吃一些叶酸补充剂 那我们也有的 我们的公司呢 在診所 有时候呢 我都会开一些 Folix B12 叶酸啊 B12啊 因为很多人呢 这方面呢 都是食物里面呢 都是不太足够的 以前就只是觉得 好像怀孕的时候呢 要补充多些叶酸 原来其实 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 预防这个老中风的时候呢 都应该要补充多些叶酸 那大家如果都知道 为何怀孕婦女要补充叶酸呢 因为有一个病下 就是那个Spinal Bifida Occulta 这个呢 这个呢 脊椎那里呢 是不缝合的 那最近发现呢 很久了 已经知道呢 就跟我们叶酸不足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怀孕婦女呢 那医生通常呢 就是保险一点 是的 起码你什么都不会给呢 才给叶酸補充 那当然呢 有时加盖啊 美啊 这些都有帮助的 OK 好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好多谢余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如果各位 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好 当然谢谢余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